今天放Uber 今天放Uber 明天拆政府 明天拆政府 你現在當上的總統 這樣子朋友覺得你背信了他們 你只保護外國人 你沒有保護最基層的這一群 八萬六千多名的本國勞工 我們還是繼續要求政府 有關單位 不要再對Uber放任 導致Uber的壯大